踢球始終都是一群男人 他們的世界是幾十年都不會變的 就是一群男人就不斷踢球 這裡開餐廳 你要怎樣跟人處事 怎樣說話 而處理是另一個人 今天就為大家製作這杯 24味世界杯的飲品 就是德國隊的這杯 他玩得有活力 他也很有心去做一些飲品 其實一開始都很難 我在外國踢球 一不在外國就在角落 所以多數時間不在香港 而回到香港的廁所可能比較少 所以一回到香港 那緊餘的時間 我多數都會回來餐廳幫忙 回來開會 盡量參與其中 不是真的搞了這間餐廳就不理 倒完之後 最後加這個 加一點 加一點 其實每一張卡都不同 裡面都是一些例子具 看到這些圖片 裡面寫著一些例子 會令到你的人 看起來都會精神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帶在這間餐廳 可能客人來到 看起來都會開心 找到一些小孩 其實很小的夢想 都可以做一個足球員 到了二十二、三歲 就在樽頸位 因為人們期望你 咦 什麼獎都得到 每一場都要好好表現 要入球 要做功 但當你沒有這些表現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踩你桌 或者入場罵你 那時候會有很多壓力 那時候最記得是一場 好像對潔志 好像有些穿西裝的人 但是 我在球場 我踢中英俊 狂鬧 就是初口來鬧 我出球場再鬧 我不是生氣 那時候有一刻 忍不住想衝過去 但是之後有隊友 抓住我 算了 二天留意是好事 所以我之後就看開了 那時候有個機會 我沒有想過 就馬上飛過去 之後在荷蘭試園 就有經理人介紹 然後去了葡萄牙 因為如果說實力計 一定不夠人家賺 但是我會利用自己的特點 來盡量 撐回這個差距 第一,我覺得政府不支持 很多自己的球隊 都沒有自己的球場 不支持之後 不能再加操 足球你一定要練 所以如果你說小朋友 你根本沒有足球場 你給他練 哪會有希望 對香港是 我覺得這間餐廳 會帶給我 社會外面的另一面 不是單單踢球 可能會令我學會 怎樣當人處事 怎樣溝通 好嗎 OK的 多謝 多謝 除了休息之後 就是掛了去 之後可能會做教練 開出教育學校 一邊繼續開餐廳 每一個人都會反省 沒法反省 我會為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